政治發言人 好 歡迎大家回來政治發言人 今個禮拜又跟大家見面了 今個禮拜想跟大家說一些 大家平時可能經常會接觸 但有時可能跟我說未接觸過 那不是說什麼呢 那不是說牌 不是說那些保險牌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三個不同的 在香港已經考到的牌照 那就是車牌 船牌和飛機牌 先說車牌 大家可能都知道什麼是車牌 車 一個車 一個車牌首先第一 十八歲當然 十八歲 如果你夠十八歲的時候就可以去學車 什麼叫學車呢 原來在香港分很多類 首先第一類 一二排 可能很多人都聽過什麼是一二排 一排就是私家車 二排就是小車 就是輕型客貨車 我們平時經常叫輕型客貨車 那些 一排和二排 有三、四 一路排下去 排到十 十七號排如果沒有記錯 有可能有電單車 小巴 重型巴士 可以給貨櫃車 拖斗 即不同的車輛 的士 一路排下去 那我先講 考私家車和考小車 可能 大家觀眾都很熟的了 都不用我怎麼講 不過都 循例告訴大家 十八歲 首先 在香港來說 你要駕私家車 和這個 輕型客貨車 就考合併試 那什麼合併試呢 就是考到二號 就是 香港就有這麼多私家車 有這麼多輕型客貨車 有這麼多輕型客貨車 就算了 但是如果你考到輕型客貨車牌 就送你一個私家車牌 那就是 那些買大送小 也好 買小送大也好 那 你可以只考私家車牌 那有些人為什麼只考私家車牌 他只會開這個自動傳導系統的私家車 自動傳導系統 自動傳導系統 就是自動波 我們這些 這麼懶惰的人 當然是玩手波 不 這麼有魄力的人 當然是玩手波 那手波 就是手動傳導系統 那 有些人只考一排的自動傳導系統 那有些人就考一排自動傳導系統 那考車牌呢 時間表就是你需要先排期 那其實什麼都要排期的了 排期這件事都沒得避 香港都是一些排隊的社會 要排期 那排什麼呢 先排不是 哪一名排 不是 哪 Фин多說 我就把真的排我拿來裏 保持 плохо 不かの把頭 Vic 然後第一步,排期考不時 第二步,有兩條路可以讓你選擇 一條我們叫做合併試 合併試,合併試有什麼呢? 有些人聽過,考車牌要考駕步、月步和被人秉 三部份,月步就是拍位調頭 拍位調頭,知道什麼拍位調頭嗎? 這裡有個車,撥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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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車或軚盤,這裡有幾個車位 軚盤是調轉的,在這邊 因為考車是考獨校拍位 就把車拍到這裡,這個拍位 調頭也很簡單 有條路很窄的 撥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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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撥 拿著車,拿著車,好 大家也知道,車不可以像單車一樣 扭一個大彎,然後扯過去 一台車,撥撥撥撥撥,然後先來這個位 扭一個軚盤,然後扭一位 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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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來到這個位,再扭一個軚盤 然後弄錯東西 這個是大陸考試 你看這輛車左上右下的 右上左下的大陸考試 我畫錯了 應該先畫香港考試 香港考試的調頭是調分轉的 是這樣去的 對了 這次就是左上右下 拍位調頭 丙步就是逛街街 我們叫逛街街 大家都知道 平時我們見到一些 可能你最常見在哪裏 第一 跑馬地大球場附近 跑馬地大球場附近 你會見到很多學牌仔 在車上的學字 然後就在那裏 又駕得慢 我不是這樣說學牌的 我自己都做過 駕得比較慢一點 還有比較小心一點 怕師傅罵 九龍你會見到在油麻地 大角咀 沙田會在那裏 沙田市中心 這三個地方最常見到人學車 也有三個地方 你都會見到人學車 但不會出街 第一就是香港仔的駕駛學院 第二個就是 觀塘駕駛學院 和沙田駕駛學院 這裏都會見到人 但他們不出街 因為不同制度 首先 越部和丙部 可以合併考 有些人 有些人 先考越部 怕不合格 考完越部 哎 Pass了 即是 先考拍位 調頭 Pass了 再考丙部 慢慢出街 這種通常是駕駛學院 這種通常是跟師傅考 有些人會問 駕駛學院和師傅有什麼分別的呢 講一下歷史 有 香港的駕駛歷史 就講到1970年代了 香港的駕駛歷史 講到1970年代就是什麼呢 1970年代 先拆上面那些 18歲大家也知道了 好了 香港駕駛歷史 1870年代 不是 sorry 1970年代 1970年代發生什麼事呢 香港的1970年代 因為 都發生很多 經常發生交通意外 以前是跟師傅的 師傅沒有那麼不準則 當然你考到試就考到 如果你考到試 但是不懂駕駛 都會有的 有些人出貓 對不對 當時就 由這個 運輸師當時的 運輸師 就建議 不是這個師的 錯了 就建議成立 香港駕駛學院 HKSM 有些人說 不是香港Driving School嗎 香港駕駛學院 是香港School of Motor Motoring 香港駕駛學院 以及設立 後期 設立了這個之後 設立了 九龍駕駛學院 不是九龍 是觀塘 觀塘 觀塘駕駛學院 Kun Thong School of Motoring 對 設立了兩間學院之後 由於政府又不想管 將它交給私人市場 跟運輸師無關 設立了所謂的駕駛學院 但是1970年代 有時候仍然有一班教車師傅 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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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師傅 好苦 這班師傅就好苦 因為有些人不想有駕駛學院 那怎麼辦呢 政府決定 繼續保留你們師傅資格 沒問題 保留 繼續保留你們師傅的資格 駕駛學院那些 有駕駛資格 當時就一刀切了 例如 我不記得實際數字是多少 例如可能 普通師傅有100個 駕駛學院的教車師傅有100個 即是一個比例 以後走一個就review一個 即是如果只有99個 那你就review分100個 review分一個人 就變100個 可能你死了兩個駕駛師傅 只有98個 那你又review分100個 那這個就是 當時的政策 那但是呢 因為呢 駕駛學院大家都知道了 可能平時有人學車 都會去駕駛學院學的 那駕駛學院學車 都會比較貴一些 那原因呢 就是因為他們 所謂有質素保證 那當然我不可以challenge他們 是不是有質素保證在這裏 那但是普遍來說 都會比外面教車師傅貴少少 那幾個原因的 第一 他們有獨立的道路 獨立的路 有一些叫獨立的 獨立的考試制度 兩種有獨立的路和獨立的考試制度 所以呢 即是根據我的推斷 駕駛學院 就會比較貴一些 那有什麼分別呢 你在駕駛學院學車 還有在這個 普通跟普通師傅學車 那我剛才講過了 駕駛學院是政府提倡勝立的 所以呢 如果你是Driving School 即School of Motor 那你有一個叫快期制度 排快期的可以 這樣可以排快期的 那例如我們現在平均 我們例子任務的考試都會三個月後考 但可能是兩個月後考 那方便些 那教車師傅就沒有的了 沒有快期排的 那駕駛學院呢 通常呢 考試都會在自己學院裏面的路 學院的路 那呢 那呢 駕駛 就是普通教車師傅 就會在大街大巷 大街 考試 那可能人又多 車又多 駕駛學院裏面 沒有什麼車沒有什麼人的 那所以呢 就有兩種制度 那 在這裏來講呢 考試就是這樣的分別 其餘就真的沒有什麼大分別 那如果你拿著一個 一號牌或者二號牌 就是啦 考車啦 那考了三年啦 超過三年以上呢 那你就可以考其他牌照 包括 的士啦 那的士其實跟私家車一樣的 那的士牌呢 就只是考 一些駕駛的士的司機的 例如考路士 考一些地標認識 等等的一些 就是一些專業的 市啦 那你可以考 除了一二牌之後 你可以考小號牌 就是電單車啦 18歲 那如果你有一二牌的話 三年之後呢 就可以考大巴士啦 中巴士啦 小巴士啦 貨櫃車啦 那很多都是一送一的 你考大巴士送中巴士 你考小巴士送 你考貨櫃車送拖斗車這樣 那這個就是香港的考車制度了 那 那 考車制度講完就講一下船 我想香港的 我想香港擁有 車牌的人的數目 都遠遠多過考船牌的 那考船牌有些什麼資格呢 那 考船牌和考車牌 啊 剛才講完車牌 車牌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車牌呢 就是 保值十年 十年 十年而已 那 那如果你下期續期呢 又是續十年 再續期就續十年 續到你六十五歲那天為止 六十五歲那天為止 那之後每續期呢 你要提供醫生證明信 就會續兩年期的 兩年兩年這樣去啦 好 那到船牌了 船牌呢 我們都有幾類的 先講我們香港平時見到的 駕游艇啦 大家都不會駕遠航船的了 應該 那講一下游艇啦 游艇船呢 香港的游艇船呢 就有一個叫香港康樂艇者操作人員 牌照證明書 分兩級的 Level 2 Level 2 和Level 1 那兩級啦 兩級的分別呢 第一 Level 2呢 就可以駕駛任何十五米 以下的 游艇船隻 就是 我們平時見到的滑水快艇啊 山板仔啊 等等 都可以的 那Level 1呢 就駕駛無限長度 哇 真是無限長度喔 可以駕無限長度的艇隻啊 那當然你都是遊樂艇隻啦 那這個就是香港的游艇牌 香港的游艇牌有考些什麼的呢 首先第一 就是 筆市 先分一支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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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分一支筆 筆市 第一支筆先分兩支筆 第一支筆呢 第一支筆 第一支筆 第一支筆就叫做機輪知識 那為什麼呢 我們平時呢 如果 平時 駕船 駕車 或者車 你是不是打電話 叫拖車啊 喂 你好啊 我在哪裏死了啊 那你快點來幫我忙啦 都很容易 比較容易找到拖車 那船呢 一樣有拖船 那大家不用擔心 一樣會有拖船 那 但是 船有個很特別的情況呢 就是 車呢 你壞了一個車 最多是停了一個車 停在一邊而已 那船呢 可能 壞了一個船 你不能停 停了一個船 不會停在一邊的喔 那當然有方法啦 你落一個船 落一個船下去啦 我都畫得幾次啪啪來的 大力水手 那麼 落一個船下去啦 但是不落船的時候呢 你就要 認識一下 怎樣去弄這些 這樣的 發電機組啊 或者 摩打呢 才可以的 所以呢 他們就 考船牌呢 就要求你對機輪有一定的認識 另外呢 另外一個呢 叫船艾 Cma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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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串呢 應該沒錯的 那船艾考些什麼呢 我們平時那些人開車 不會有紅綠燈啊 有 紅燈綠燈 那可能會有 指示牌有個圓形 有個插 然後告訴你那裡不能去的 那船一樣有的 那船牌呢 那平時你開船 不會見到無故 中間海中間有些標誌 在那裡 那可能大家 下次坐天生小輪 下次坐天生小輪 留意一下 你去到海中心 你會見到一個綠色的 綠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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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的公仔 就是這樣的 尖嘴的 那下面可能有一些 圓形的一些網 那這樣 那再有個底座 那可能也都會見到一些紅色的 紅色那個就是這樣的 梯形的 下面有個網 然後有個底座 那這些代表什麼呢 那還會有的 還有一個 圓形的 然後有個網 有個底座 紅白的眼條 那這些代表什麼呢 我們平時 我們開車的那些人 有一條車路的 會有一些白色 又長又短 代表你不可以先過隔離 不可以什麼 那在海上面一樣有的 我們有所謂的航道 那航道就是這些 那這條叫做 航道左 航道右 那航道左到航道右之間行 其實所有高速的船都要在 那你低速就可以航道以外 就是我們平時開車 上了行人路 那就慢慢走 慢慢移好位置 泊車在那裡 那這些就是航道中間 就要高速行駛的 這個叫做航道中間 那通常我們分 我們開車不是左上右下的 那航道一樣的 我們是右上左下 那但是呢 如果高速船 我們都盡量貼近這個原則就是 右上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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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就是在正中間 在這兩塊東西中間 那考船牌就是 先考船牌 那船牌怎麼做呢 船牌和考船牌一樣 都是先考四十題 四十題 那船牌就是四十題 船牌就是四十題 船牌就是四十題 船牌適合二十八題 是不是 船牌一樣的 四十條船牌 不過是兩個part Apart和Bpart 各要適合二十八題 是 各要適合二十八題 這樣才可以的 那 可能會問 喂 這樣難很多 是啊其實都難的 但是我等一下就會告訴你 這個機器有什麼 得意之處 那一樣 那一樣 這樣就考 適合二十八題 那 那都是讀機的 可能考車牌的人都讀過那些機 考船牌一樣是讀機的 那 那考船牌有一件事 一定要考的 那些叫什麼呢 顏色屎 證明你不是色盲 那 那 那 大家看到這點是什麼顏色呢 紅色 很明顯 但是有些人 如果看不到 可能會說是灰 黑 那這些就 不駕駛得船 或者要用特別的器材去 輔助的 那 為什麼呢 我們除了航道之外 就是我們車路之外 我們有紅燈黃燈 那船一樣有的 如果你看到 一個 水泡 就是一個泡 我們叫 那個大交叉在那裡 就是不能走這個位 就是不能這樣走的 那 可能有些 可能都聽過 有些 新杜倫 早幾年 割淺了 那 那為什麼呢 我們查分 就是政府查分 附近有這樣的航道標誌 那是什麼呢 這個叫危險泡 那就是說 海藏特別淺了 有的 有機會呢 會在那裡割淺 叫船盡量走過去 不過不知為什麼 那些船家都願意走過去 可能掘險掛 那樣 那 有不同的 那可能也會有一些 這樣的譜 我們叫這些譜 那就是 有一些這樣的形狀 那 這樣 沒有這個 這個是台風嗎 畫錯了 那又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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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樣 這樣 真的畫錯了 這個真的是台風 我整天都溝亂 是這樣 還有這樣 不是台風 那 這裡有四個標誌 分別這個代表北 你看到它的箭嘴全部只向北 這個藍 這個藍 那這兩個代表什麼呢 這個代表東 這個代表西 這麼簡單 那 怎麼分呢 自己想想怎麼分 我教你 西至頂頭平 底下平 頂頭平底下平 東至頂頭尖 底下尖 這樣分 OK 那這些代表什麼 代表了你是 不可以向這個方 要在這個方位裡經過 例如 例如我這樣走 我向西 向東走 突然間會見到一個 這樣的舖在前面 那就是說 這個船一定要這樣走 咦 因為為什麼呢 可能 這些地方 會有些潮石 什麼什麼 密密密密 淺了的地方 或者底下有沉船等等 那所以附近就會有些這樣的舖 那這個是 那 那 那這裏呢 就是 一些 和駕車有少少不同的分別 那我們常常說 一個 駕 駕車 駕船 先駕車和船 飛機就一個很特別 另外一些東西 那車和船呢 平時我們駕車 啊 講 講 這裏先 我們駕車呢 如果犯規 例如超速啊 超速啊 不要說最少駕駛了 超速啊 充紅燈啊 那些呢 我們會被人扣分的 扣分制 那每次有扣3分 扣5分 扣7分 扣15分 都會有的 是的 簽設公屋扣分制啊 就是亂拋垃圾扣3分啊 什麼就扣5分啊 那 嚴重的問題 扣15分 那一扣夠大過15分呢 就會釘牌了 釘牌可能要上駕駛駛課程 但是駕駛就不同的啊 駕駛呢 有些什麼呢 例如超速 那有速度限制的嘛 你船跟車都一樣 那當然你速度限制 就不會有個牌寫著15鎖 那就會跟你講 可能這一段路 就是平時我們駕駛的人 在一些海途上會看的 就會跟你講 可能這一段路 那是不可以超速的 五個海里 都會跟你講 可能這一段路 五個海里 一三個 一小時 那你超過了的時候 又被雷射槍砍 你知道雷射槍的嘛 不只是拆車速 那怎麼辦呢 那駕駛的人很不幸 要是罰錢 要是坐牢 又沒有扣分制等等 那所以呢 那駕駛和駕駛 在這方面 就真的很大分別 那所以呢 那當然啦 駕駛就容易一些 其實駕駛很容易 因為沒有路讓你走 就任你走 那整個海 所以為什麼多些人 會選擇開車 因為車是popular 就是比較大眾化一點 船就真的 嗯 就是有很多心機去養 這樣才可以 好好的保養到一架船 又不會被人釘牌 那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那我下個星期 就繼續會和大家講 車和船的分別 和大家可能最有興趣知道的 就是香港怎麼考一個 正式的飛機牌 那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